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吉特哥哥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排球少年Fight High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重點就是要來告訴大家潛能的相關介紹 不過因為這個系列會比較複雜 所以總共會分成前後兩部影片 畢竟我們要先知道屬性代表的意思 以及潛能的生成機制 這樣在後續的搭配上才不會把寶物當成廢物 又或者是顛倒的情形發生 喔對了,台服目前有三組禮包是可以使用的 我會放在資訊欄,大家記得去輸入一下 那還沒有訂閱觀眾們,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各種好康的重要資訊喔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趕緊開始吧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每個屬性在遊戲中代表著什麼 才能在後續挑選潛能的時候分辨好壞 那我們先從進攻基礎屬性開始 快攻就是基礎快攻屬性 通常都是MB才會看這項數值 還有掛快攻標籤的舉球員 一般我們會注意這個屬性的人選就是日向或是輝宇 而強攻就是基礎強攻屬性 通常注意點都在WS或是OP身上 例如田中、岩泉、東風 反正就是強攻屬打手就對了 接著傳球是二傳當下所看的數值 通常都是舉球員需要重點提升的能力 接著發球就是發球當下的數值 通常這只是加分項的能力而已 並非關鍵重點 除非說發球就是他的專職 例如三口就必須把發球能力盡可能的強化 至於自由球員因為不會發球 所以基本上潛能的挑選就不需要這個能力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進攻的進階增益屬性 這部分也是目前很多玩家在問的東西 我們可以打開右下這邊的屬性相親 就可以看到更進階的能力表 首先意識就是增加快攻、強攻、傳球、發球時的超常發揮機率 那超常發揮就會指角色打出威力值時 旁邊有一個紅框 這就是我們俗稱的暴擊 然後意識對某些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日向他的大決就是要求自己超常發揮時 才可以獲得額外的威力值 因此有些角色就需要適時的配上意識能力 其他的力量就是當快攻、強攻、傳球、發球、超常發揮時 額外增加的數值 這個能力雖然很強 但前提是必須超常發揮 所以意識的提升要先處理好才行 再來是進攻技巧 就是增加快攻、強攻、傳球、發球的威力 簡單來說就是綜合進攻能力提升的意思 接下來是防守基礎屬性 首先接球是接球時會看的屬性 通常是自由人要重點提升的能力 而有些角色也是要提升接球屬性的 像是大帝、原下這兩個就是以接球為主 當然還有陰居的不少角色也是 接著救球是當接球噴飛的時候 會有人去救球嘛 這時候就是看這項屬性 這個通常也是額外加分的部分 畢竟救球是每個人都會去救的 所以並非只有接球角色需要 再來籃網很簡單 就是籃網時所看的屬性 通常要提升的就是月倒或清更 最後來看一下進階的防守增益屬性 首先反應就是增加接球、救球、籃網時的超常發揮率 至於精神則是當接球、救球、籃網、超常發揮時 額外增加的數值 最後防守技巧可以增加接球、救球、籃網的能力 反正就是進攻的顛倒板就對了 那我們現在都了解之後 接下來換潛能的生成規則 為什麼要了解生成規則呢? 因為每個部位的潛能可以開出的屬性都大不相同 有些位置就是100%不會出現某些屬性 所以是沒有辦法抽出6個部位都是強打這樣子的組合 因此我們在開刷之前 就要詳細知道各部位到底會開出哪些屬性 從潛能分成主屬性以及不屬性 而主屬性是整個潛在力、提升幅度最誇張的部分 但每個部位可以開出的屬性都大不相同 那第一、第三、第五這三個部位 主屬性的部分是完全固定的 其中第三部位不論是哪種類型的潛在能力 它的主屬性一定都會是發球 不信的話你們可以選擇部位3 然後全部的潛能、主屬性一定都是發球 然後第五部位也是一樣 不論是哪種類型的潛在能力 它的主屬性一定都會是接球 因此這兩個部位的關鍵就在於附屬性的挑選 至於第一部位這邊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大概根據潛在能力的類型 來決定第一部位是什麼能力 如果它是快攻類的 那主屬性就會是快攻 然後強攻類的 那主屬性就會是強攻 至於傳球跟發球類的 主屬性都會是傳球 所以有接球跟籃網的主屬性 就會是接球跟籃網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四、六號位 雖然這三個部位的主要屬性是隨機的沒有錯 但仍然有一個固定範圍在 首先第二部位只會開到 進攻技巧以外的所有進攻基礎屬性 以及進攻增益屬性 接著第四部位只會開到 防守技巧以外的所有防守基礎屬性 以及防守增益屬性 最後第六部位幾乎所有能力都有機會開到 除了意識、力量、反應、精神開不到以外 其他屬性通通都有可能出現 所以一個完美的潛能是非常難刷的 因為講完了主屬性的出現規則之後 附屬性的出法就真的非常簡單 屬於完全隨機 但藍色品質的拿到10會附帶1-2個附屬性 而紫色品質的則是會附帶2-3個附屬性 至於金色品質的則是會附帶3-4個附屬性 因此就算你們的出屬性是很好的 要看後續的附加屬性有沒有相關 而且要完美的話就必須要最大的額外增加 至於強化的部分 藍色最多強化到加6 紫色最多強化到加9 而金色最多強化到加12 那這個部分由於升級之後會牽扯到非常多東西 例如屬性新增、強化錯誤 所以就暫時先不討論 因為這部影片主要是先講解機制內容 這部分必須先搞懂之後 他有辦法進行後續挑選 算是一個前篇 深入的部分我會在後續影片中 教各位如何去挑選一個好的潛能 當然也會講解到各個角色 到底該怎麼裝備才好 不過前提就是各位必須要先了解這部影片才行 那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如果各位還要想看什麼內容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麼以上就是這四位排球少年翻害 帶來的遊戲資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紀推哥哥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囉 拜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